现在疫情有如台风前的宁静 指挥中心11号宣布 本土新增22650例 死亡44例 中重症新增110例 跟上周的礼拜四几乎是一样 低0.3% 死亡个案当中有一名三岁小朋友 急诊扫描发现大脑肿胀 有脑炎败血症 后来因为病情恶化 送医隔天8月6号就过世 死因是脑炎 重症个案当中有一名十岁女童 没有慢性病史 8月6号急诊抽血怀疑又是Miss C 另一名四岁的男童 没有慢性病史 8月8号就医检查 发现急性鼻痘炎 结膜炎 结果因为梅将军入侵肺部 造成肺炎 同时怀疑Miss C 目前已经有双北桃园台中 等九个县市 新增确诊人数都高于上一周同期 一时省长南分析 再过40天 BA.5疫情将达到高峰 一天会有四到五万例 专家李敏英也认为 其实BA.5早就扩散 对台湾应该不会造成大规模疫情 在未来我们也不议期说 它会出现大规模的 爆发性的流行 第一颗度也有高推估 希望是走这个比较低的推估 医师黄轩担心 台湾目前处于新冠疲惫时期 出门的人越来越多 安全距离越来越短 指挥中心提出戴口罩的 四个NG行为 包含口罩使用不超过一天 不可以反戴口罩 RT值只要是小于一 大概就代表会缓慢减少 这段时间就是要维持住 包括边界的防疫 现在六个月到四岁 接种率只有15% 抗体覆盖率只有44% 等于超过一半的幼儿 没有抗体 小朋友把疫苗打好 才能够避免成为 B.A.5病毒下的牺牲者 记者林郑坚 王一仲 台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